新冠病毒打从今年1月份爆发以来 防控焦点已经从中国转向海外 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 虽然多个欧洲国家先后宣布锁国 试图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然而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以及死亡数字 却一再证明欧盟内部在处理疫情上暴露了很多问题 例如他们成员国之间的协调能力存在矛盾 再加上欧盟无国界自由流动的特性 都意外的为病毒扩散创造了条件 那当然普遍轻敌的这种心态 也是让各国错过最佳防控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意大利北部城市伦巴蒂爆发疫情之后 欧洲各国显然没有把握好防疫的黄金时间 采取行动遏制社区感染 在情况已经恶化之后 法国李昂还是照样举行欧冠联赛 那这当中呢还有好几千名的意大利球迷到现场观赛 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 那就是这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西方人乐观态度 再借助意大利北部作为欧洲的经济文化交通枢纽的特点 让欧洲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掀开了疫情扩散的序幕 那尽管意大利的封城措施步步收紧 但是当中的模糊地带却看起来 却让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强力的举措失去应有的效果 比如说封城地区的居民 只要在一份出行的表格上面填写身份资料 居住城市目的地以及出行的理由 并交给边检会之后 就有可能被允许进出或者是离开 那至于考量标准具体是什么呢 并不清楚 那何谓特殊情况也难以定义 就是这样的漏洞 让意大利北部将近9000人 在短短两天内逃到南部的普利亚大区 加剧了防疫的困难 再来基于欧洲人的特殊文化习惯以及国情背景 整个社会对于封城的措施极度不适应 也不了解甚至很排斥 因此政府的政令本身就存在执行的障碍 例如意大利27所的监狱发生暴动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的抗疫游行还是照常举行 都让防疫工作更加混乱 那无可否认的是 欧洲的医疗水平还有资源是全球最完善的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对于公共卫生支出的力度减小也是事实 那这就让疫区普遍出现医护人员 还有设备不足的情况了 那再加上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团结 欧盟跟非欧盟国家瑞士之间 又因为医用的这些防护设备的出口禁令 发生了外交纠纷 这就让整个欧洲地区的疫情雪上加霜 欧洲疫情在短短一两个星期之内纷纷大爆发 完全是因为内部的因素才会造成的 本题是新的时候 我们在短面币 制限在缺个社会所